每天五分钟,保守自己常在神恩典中 音乐说书人,让音乐的信息带给你我灵魂深度的呼吸 朋友你好,我是音乐说书人,也是你的好朋友慧年 我们常常听说天下父母心 那就是说天下的父母几乎没有不把自己的儿女当宝贝来看的 我们天上的父亲更是如此 天父上帝他是全能的神,他是永在的父 所以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的人该是何等幸福和美好的一件事情 和你分享友情天的诗歌 神的儿女各个都是宝 常常懊恼自己不够好 总是担心自己做不到 一出差错心情就变掉 心中恐高自己很糟糕 你可知道神开你为宝 你可知道主恩最可靠 在基督里一切变美好 神的儿女各个都是宝 没有人能够恐高 没有人能够恐高 因为神开我为美好 没有人能够恐高 我甩开懊恼拒绝恐高 没有人能够恐高 这首诗歌是神的儿女各个都是宝 在歌词里面 在歌词里面他说 常常懊恼自己不够好 总是担心自己做不到 一出差错心情就变掉 心中恐高自己很糟糕 你可知道神看你为宝 你可知道主恩最可靠 在基督里一切变美好 神的儿女各个都是宝 亲爱的朋友 你是不是已经成为神的儿女呢 如果是 我们都是天父上帝的宝贝 我甩开懊恼世界恐高 没有人能够恐高 有耶稣做我的重包 没有人能够恐高 我忘记背后向前奔跑 没有人能够恐高 因为神看我为美好 没有人能够恐高 我甩开懊恼拒绝恐高 没有人能够恐高 有耶稣做我的重包 没有人能够恐高 我忘记背后向前奔跑 面带微笑 今天真美好 满怀感恩 明天更荣耀 神的儿女 永远最可靠 神的儿女 哥哥都是宝 神的儿女 哥哥都是宝 宝 神的儿女 哥哥都是宝 神的儿女 神的儿女 也是宝 神的儿女 神的儿女